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格应该挺开朗 还是有点紧张 毕竟面对这么多企业家 十年磨一剑 今天要亮剑 亮什么剑 怎么说呢 就是亮出这些年学的本事 首先的话 就做企业的需要的 像什么战略 咨询 策划 运营 管理 这块我基本上都懂一点 然后最拿手的话 就是销售 还有这个团队建设这一块 对接下来的工作开展的话 也是希望从这个销售的培训做起 之后的话就是团建这一块 两个主要模块 然后其他的话 是希望有机会参与 那你基本上是全能啊 可以这么说 我看你的最近的这个职场履历 你大部分在最近几年 都在做拓展教练 是吗 对 因为我们那儿的话 就是一个综合体育 然后的话将什么专业的 泰拳啊 街舞啊 棒球 橄榄球这些都有 同时的话 我还负责场馆里的销售工作 就是说做的就是那种 多元化的位置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销售 因为拓展教练的话 其实就是去年才做 我们试一下销售 销售啊 现在就是了 这么早 你想啥时候试 都行 随便 这孩子真有意思啊 那你是销售 销售什么呢 销售拓展培训的课程 首先我先说一下 什么是销售吧 销售是什么 卖给谁啊 一会儿啊 稍等啊 我先先听我说啊 先听我说 然后你们先看 等一会儿再按照你们的节奏来 现在是把节奏给我啊 首先的话销售是什么 那么销售就是生活 那么现在再说一下 如何做一个好销售 其实就是一句话 非常简单啊 就是找出对方需求 并满足的一个过程 可以记一下啊 老师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找到对方的需求了 但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满足不了对方的需求 怎么办呀 这个我可以先说一下 所有的说办法的人 都是那种搞成功学的 没有 我可以说 至少是在我这里认为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敢说是适应所有的情况 那你教我的这没有用啊 你说的对啊 但没用啊 先听我说 我只能给你概念 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方法的话 我可以给你很多种 但是具体到底哪种合适 那需要你自己去体会 但是老师啊 他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销售当中 经常会遇见的 就当你自己公司的产品 可能目前满足不了 对方的这个客户的需求 你又想拿下这个单子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对你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你没有说具体的东西 就比方说 什么是概念呢 就是非常有名 就三顾茅庐的时候 诸葛亮会跟这个刘备说 想争夺天下是吧 第一步取得荆州 这个是作为你的立身之本 第二步去取得西川 这个是你往外发展的之本 那么第三步就是夺得天下 这个呢就属于概念 那么什么是方法呢 比方说火烧刺壁的时候 这个草船借鉴非常出名啊 那诸葛亮去草船借鉴了 是吧 登登登登登登 射我呀射我呀 飞过来了 然后的话再掉个头 再射我呀射我呀 走了拉走了 十万只剑回来了 这个就属于方法 但你要是让我心态跟你说 怎么怎么去借鉴 那兴许那天没有误 那人看着见 你的都是草船 那射个火箭过来 伯冰啊 你真是胡说八道啊 他说的是目标和路径 如果就是概念 那就是你去打好了 对吧 而不是说你每个阶段做什么 然后路径怎么来完成 你是草船借鉴 还是跟谁孙权结盟 还是怎么样 这些是具体执行的路径 你不要把概念和方法 瞎混 这个你千万别去做培训 误人子弟 你说一个你曾经销售的辉煌案例 给我们听一下 用数据来说 对 首先说这个之前吧 我先说一下我的工作 我这个工作是这个 直面回答不绕了 先听我说完好吧 我觉得啊 郭斌 最基本的销售是能把自己先卖出去 先让别人产生对你的信任 今天你来面试来应聘 你首先让我们觉得 这个孩子靠谱 我们愿意再往下听 你到现在为止 一会儿或是我们不要打断你 一会儿或这个也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在外 一会儿或让我们感觉你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讲师 所有的信任从一开始 我觉得挺好玩到现在为止 说实话我心里中是崩崩塌的 其实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拓展教练 你的定位就是拓展教练 你做完一个活动以后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 这个活动说明什么 你可以 相当于说卖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你不用对结果负责 你也无法告诉他们怎么办 你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佐证你的道理是能够通达那个路径的 听起来道理有道理 但是呢无法变成可以指导别人行动的关键路径和方法 我是有过实战经验的 而且我是从可以说是纯草根一步一步爬到现在的 虽然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啊 但是起码能养活自己 所以说销售的经验我是非常足的 非你莫属舞台不是一个脱口秀舞台 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把你的实战经历 讲给在座的企业家们去听的 让你用你的方法来总结你的实战经验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他讲解的信任了 要不然这样吧 你要是不放弃的话 你以前也是做这个拓展教练的 要不直接现场给我们拿一个销售吧 对 到底可不可以销售什么 我觉得也应该是行动试一下 因为讲我确实说不过你 陈总嘛 我觉得陈总和我属于一类的人 哎 跟你是一类人 你看得很准 你看得很准 物以类聚人意区分 的确是 选对了 这是你上台说的最正确的一句话 你们讨厌 你好陈总 听说咱们公司是要这个做这个拓展是吗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打算 公司人不多 不到20个人 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做投资高智商人群 都是老人呢 还是说是有新人进入 一半一半 那就是需要团队破冰呗 然后希望这个把这个 新人融合到老团队里面 先别聊那么多 多少钱吧 首先上午场的话 三个小时是2880 20个人以内 下午场的话是4880 然后是也是20个人以内 如果人多的话 就是超过十个人加一个教练 一个教练400 那也跟别人的拓展的这个价格 也没什么优惠 我们店的价格确实是这样 这个也只能说是 尽量去用服务来弥补 我还没决定要干这件事 那可以留个微信 然后当有需要的时候 咱们再联系 然后我顺便把我们的公司介绍 这些东西给你发一下 好好好 男嘉国斌 我觉得你这个考核 让我觉得真的太一般了 不可能刚才在给你考核的时候 他给了你很多次机会 而且运动做团建的话 刚好有强身健体 有两个点你都没有抓住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了两年的消失 还是这个水平的话 我真的觉得挺一般的 他已经不是在能力层面 能力还是一伙在聊的 那差得太远了 在态度层面就有问题 作为一个销售高高在上 没有一个目标感 我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 我给你留了多少口 这个你们说的确实对 其实这个态度这个问题 我得向你们道个歉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情绪波动 这点我得这个控制 然后的话 我那时候主要是做主教练 不需要 基本上不需要去和别人 去沟通这个价格 然后包括这个产品这个问题 我主要做的是2C的 线下销售 你是来面试销售的 我们只是选择了一个 你熟悉的材料 因为你如果是来面试教练 那是另外一个 我不是面试销售的 我是面试这个培训类 或者是说是综合型的 所以其实郭斌 你的面试的写的是高管 是吧 高管是一个称呼 他高管也有HR的高管 或者是销售的高管 那你这边还是 做什么样的高管呢 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最主要的是实战机会 至于什么高管 什么职位 包括这个什么名头 其实我都不看中 包括多少钱 只要够花就行 哪怕你不是总经理也可以 但是我想要个实战机会 就这么简单 贵国兵你聪明 但你就是太高看自己了 你刚刚上来的那个态势 我不知道是你故意策划的 还是怎么着 你把自己简直是夸到 像是一个营销高手 基本上什么都懂 那到了现在 进行了实力的展示之后 你自己内心可以感觉到 你有些情绪的波动 虽然一直在调整 你何必高开低走 所以咱们就谦虚一点 实在一点 你要出薪资多少 不低于啊 低于不限 岗位再确定一下 第一意向是什么岗位 懂住吧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谋式类型的人啊 来吧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贵国兵我觉得你在简历上的 一句话对自己评价非常贴切 在职场上面就是善良的流氓 在职场上需要更职业更专业 给企业创造价值 而不是需要流氓 这个我理解 这确实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是需要精进 所以说才能导致这一步 因为好多想的东西 还没说出来 谢国斌啊 你站在这儿啊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 特别自信 特别好其实 但我觉得呢 其实如果你以后想往职场里面 走得更远 或者是你想职位做得更高的话 我确实希望你自己 能够更多的有一些 对我自我的认知 能够更强一些 到底哪些点 去能够表达你的专业 到底什么时候该收 什么时候该放 在见到你之前 我其实有一点 学历无用论 我会觉得 社会上的历练才是最重要的 厉害的人总能走出来 不管你是什么学历 但今天我们看到 你是善良的流氓也好 或者在对应到你的整个 今天的状态 在对应到你的学历 我会觉得恰恰 你可能缺的就是那几年的书 这些书不是在你日常生活中 工作中能够学到的 是浸泡在象牙塔里 感受到氛围被熏陶出来的 那种素质 你缺 一个人的资历也必须带到 他就有能力 如果精力可以拿来说事的话 那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人 都可以成为一个销售培训者 一路走来不容易贵国兵 恰恰是因为摸爬滚打不容易 所以更加要珍惜和转化 当年的经历 转化成经验和能力 以后少夸夸其谈 多拿实力 说话说得越少的那个人 是最有能量的那个人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我所有想表达的 这个想准备的东西 都没表达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千里马 那没遇到伯乐 那肯定没办法 然后他们说的那些弱点 我都知道 而且的话我是想去弥补 但是如果我的老板 我将来的老板 接受不了我的这个弱点 那他也不是我的老板